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这一期跟大家讲讲见证圈财富密码 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一个网友告诉我的 然后的话正好跟我当时想的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重合了是什么呢 是关于公知权的一些历史 然后关于公知是怎么赚钱等等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忽然之间发现了这两个题目是通的 我很感谢那个网友 所以说我把这个东西当成我的主题 但是里面内核那还是我想的一些事情 今天讲这个见证圈的财富密码 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个人 谁呀那就是作家陈兰 我相信很多关心社会事件 关心社会新闻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 可能会对这个人比较熟悉 这个人经常出现的新闻上面 然后看起来大家看起来 现在这是一个作家 名字起码挂着个作家两个字 而且呢还成天啊他又女权了 如何如何这样 首先呢因为我对这个人私下其实是有了解的 在我的工作的环境里面接触到过这个人 首先呢陈兰呢他的网名叫深海水药 然后他是一个资深的网名 他早期啊这个我不确定啊 这是根据我朋友告诉我的 我朋友把这个事情也放在了 他曾经啊曝光陈兰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很火的一个帖子里面 然后呢说呢里边说呢这个陈兰那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呃那个魔兽世界的重度玩家 然后因为在魔兽世界跟跟别人搞网恋 结果呢抛抛夫弃子 然后就不管了 然后就找他的网恋啊 就反正总而言之吧 就是大家如果对中国互联网熟一点 或者说对于年纪稍微有一点 然后对于90年代末 2000年之后啊 2000年到2008年这几年 中国的互联网特别的热闹啊 那个时候的网友啊满世界串呢 尤其是男方为主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首先呢就是各种串啊 男孩女孩啊等等 这种事情发生的特别多 作家陈兰同样也是一个 他的魔兽魔兽那套东西 我不想过深过深的来讲 我先讲我跟他有什么交集 这个挺有意思的 然后曾经呢我的工作呢 我的我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大概十好几年前我工作的时候 我的一位同事过来找我 那位同事呢 是我还是我比较尊重的一个人 因为他年纪也比我大呀 大不少呢 然后他做的一些事情 曾经做的一些事情 也让我当时的我很尊重 到现在为止我也保持尊重啊 我就不提他的名字 然后呢他呢过来跟我聊 说哎老五啊 你把这个推荐一下 推荐一下啊 放在头条推荐一下 当时呢 当时我 我说谁呀 来把人家我 我看这是谁 结果呢 家了我之后 他写的东西也没给我看 然后呢 总而言之套关系 就是这个作家陈兰 然后后来看了看 我觉得不喜欢 没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没什么东西 然后所以说呢 我就没给他放头条 我连推都不带推的 这个是那时候我太年轻了啊 不给大家 不给同事留面子 当时我的同事啊 对我很生气 对我很生气 但是我觉得 这是有什么可生气的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我对陈兰留下的第一印象 他是对我有印象的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啊 然后一直到后来 陈兰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他用什么女权上面的一些话题啊 来来引啊 引出了很多自己的讨论度啊 然后又到什么小希望啊 等等什么 又什么眼睛啊 眼睛有个肿瘤的一个女孩啊 小希望是一个无纲的女童 曾经都出现了很多的社会新闻 等等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可是呢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这个人他就是做这个了 其实这个人不是做这个了 他是一个什么的挂着 女权挂着公知 然后 然后跟很多人发生关系的那么一个人 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具体我不知道 但是发生了很多友谊的关系啊 然后就人际关系的那个关系而已 然后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我是认识很多公知的人 就是说不管是工作环境啊 还是还是跟工作相关的一些朋友的关系啊 然后也认识很多这样的人 要么不是认识 要么就是了解啊 等等等等 然后关于这个陈兰 我大概的了解是什么呢 因为陈兰呢 他挂着名字叫作家 他刚开始就很喜欢写东西 认为自己写东西很棒棒 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写东西很不棒棒 也没什么人爱看 他发家的天涯社区里面 也没什么人看他的东西 然后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名 有能力写作的一个人 跟天涯社区相关的一些 能够写作的人 我能说出一大串名字 什么慕容写 慕容雪村呢 已经被封掉了 慕容雪村 宁才神呢 五零外传的编剧啊 这都是超级能写的 这包含什么马伯雍呢 然后马伯雍就是什么 长安十二时辰的这样的编剧啊 然后包含好像那个什么 好像三体那个作者啊 刘慈欣好像也在天涯玩 但是我不确定啊 等等等等 我能跟大家举出好多好多这样的名字 在天涯的时候 然后可是呢 你像作家神兰 在那个时期的天涯 根本就不露脸 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可是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网络上就有那么一种人 他就会搞关系 会特别特别方便的跟别人搞起关系 然后呢 我认识了一些 比如说像公知啊 或者说能够写作的一些办作家 这样的人一般都比我年纪大 这些年纪大的人呢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可能是比较像 比较像那个那个 风乳肥臀 就是对风乳肥臀这四个字啊 特别的敏感 然后呢 喜欢风乳肥臀 其实代表了一三个字啊 叫女人味 然后他们对于有这三个字的一些异性啊 会特别的感兴趣 作家陈兰同样也是如此 同样也是如此 但是呢 作家陈兰呢 进入了进入到了这个圈子之后 从作家 然后作家的圈子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像方方那样 其实作息很多人 是公知的底子 包含什么燕猎山呢 等等等等 燕猎山我曾经有过很深的一个印象 以后有机会啊 再跟大家聊 燕猎山呢 就是最近 然后转发什么那个 有点就检讨自己 检讨中国在新冠疫情之间 然后的话 说的一些话 他是这样的一个大号公知 大家一定要知道 燕猎山是一个大号公知 他年纪非常大了 有七七十多岁啊 七八十岁吧 年纪非常大了 然后的话 他在他的一些学生啊 都已经成为了大型的一些公知 他在南方周末 曾经都有专栏 是很多很多年之前啊 等等等等这样的人 燕猎山我也有印象啊 其实这些人在我眼里面看 尤其是坐鞋 然后他们里面很多人都是公知 累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他们不是说啊 一个特别单纯一个跟傻白田一样 一样的人 他不是好像生活在县压县压塔里面 他们都不是 他们很认这些关系和钱的 而且很把自己当一回事情 看不起别人 这就是这帮人 然后继续讲这个陈兰啊 然后他从认识了关于写作圈子的人 然后一直发展到公知权 他如何到的公知权呢 他就用的四个字 两个字叫女权 大家可以翻一翻 陈兰那些新闻啊 刚开始都是一些 就早年的新闻里面 都是相关于女权的一些话题 然后把这些话题炒热了 其实他跟网络营销公司没区别啊 就早年的网络营销公司 然后网络营销公司呢 其实是看起来炒作一话 炒作一些话题 背后其实就想卖一些产品 或者说啊做一些广告 或者提升一些品牌 等等这些事情 可是呢 像陈兰他们这样的人呢 就是用一个话题 把自己的名声带出来 然后利用一些关系 建筑于报章杂志 以及电视台 这样的名声就有了 有了名声之后 陈兰去做什么呢 陈兰就比如说 他的第一章 小希望 小希望啊 年轻的网友可能不知道 是一个无纲的一个女孩 然后这个小女孩很小一点点啊 就一岁吧 很可怜 然后呢 父母呢 抱着来抱着抱来的北京 医院求治啊 如何如何 可是呢 因为后面 我就先把结果说出来吧 这个 他这个病啊 没法治 然后呢 就是北京的大型的医院 也没办法解决 很惨 然后就就求救嘛 然后也没钱 这个父母 因为孩子的事情把钱宣花光了 然后希望孩子能活就 就再找帮忙吧 不想放弃希望 这个找帮忙 那就找到了这个作家的 成作家陈兰 这个陈兰 然后当时呢 就把这个孩子给抱走了 抱走了之后呢 然后就就把照片啊 以及一些事迹啊 发到了网上 发到网上 希望大家捐款 然后大家就开始捐款 这个到底是捐了多少钱 现在这个一笔糊涂账啊 大家思误小希望三个字啊 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 这是十年出头吧 铺天盖地的新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钱会捐出来多少钱 然后都到了陈兰 他的这个算是他这个组织吧 然后他利用小希望三个字 还做了一个基金会 利用这个基金来收取捐款 然后这个陈兰呢 后来呢 就把这个小希望啊 这个小希望不是这个小女孩的父母 给起的名字 是陈兰给起的名字 叫小希望啊 这个小希望呢 后来被陈兰呢 带去了北京的一个算是 我就不提名字了 北京的一个不是富有保健院 是一个私立的一个月子中心啊 类似这种 然后私立的医院 也不能让月子中心 也挺有名的 在北京挺有名的 然后呢 就是专门处理一些 就是做月子啊 生孩子啊 这些事情的一个一个私立医院 其实在北京这个医院还不错 但是你他仅限于能够接生孩子 仅限于能够做个月子 这样的一个私立医院而已 你正经这种 他算是无钢的女孩 他是一种先天性疾病 应该是医院去住 医院去治 可是这个陈兰呢 把这个孩子带去了一个 做月子 生孩子的一个私立医院去治 这个孩子最后的结果是死亡 死亡之前呢 这个陈兰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抨击这个孩子的父母 说这个孩子的父母 不爱这个孩子啊 然后如何 只有他爱 然后他 而且到最后这个父母啊 这孩子的父母 都见不着这个孩子 这是一个很缺德的事情 但是大家听我讲 会认为这个陈兰是个坏蛋 可是陈兰呢 他就在网上 使用了很多的言论 说啊 这个父母是要遗弃这个孩子 这个父母是不爱这个孩子的 然后呢 这个孩子好惨啊 我们多关心 多爱这个孩子 结果就是因此 当时 网上有那么一片的舆论 把这个孩子的父母 给骂的很惨 然后陈兰呢 也获得了很多的捐助 而且立出来的一个人设 从早期的女权 变成了一个照顾弱势群体啊 照照顾这些孩子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结果他自己早年是抛夫 弃子的那个人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啊 他利用这些事情做什么 从作家进入了文学圈 文学圈 然后的话 然后又进 利用一些话题 进入了女权的圈子 然后从而进入了公知圈 公知圈有话语权 然后呢 他的话语权呢 不管他做任何任何任何的话题 他都会建筑于报章杂志 都会建筑于电视媒体 他上过电视的哦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 他从一个玩魔兽世界的一个家庭妇女 一直发展到了上电视 然后上报纸 报纸杂志 这当时天涯出来 我刚我以前跟大家聊过 天涯社区出来了很多 有名气的人 但是也出来了很多牛鬼蛇神 在我眼里面 这个陈兰就是一个牛鬼蛇神 他是一直在利用这些事情来赚钱 利用孩子来赚钱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那个眼睛有肿瘤的一个女孩 同样的手法 同样的操作 然后把这个孩子的家长骂了一顿 来吸收这些捐款 大家可以搜作家陈兰四个字 不隔几年 隔不了几年就会出一个新闻 隔不了几年就会出出一个新闻 利用他这个组织 不知道吸收了多少钱的捐款 看起来他在做什么呢 看起来他在做 我有爱心 我善良 我照顾弱势群体 我照顾这些孩子 结果呢 喊的说的比谁都好听 结果就是为了钱 从他的发家经历 我一条一条掰给大家看 都看得出来 这是当年的公知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刚开始想进入到作家圈 作家圈其实是公知的老巢 大家不要奇怪 作协或者方方 然后产生公知很奇怪 认为作协是国家的组织 怎么会有公知呢 其实常年以来 作协写文章的人 都是公知 做公知的人的老巢 包含像我之前说的 燕烈山同样也是类似的人 燕烈山不是作协的 他算是做社会评论 他是做研究的那批人 教授类的 一是大学的 好了 一是作协 二是什么大学类的教授 都是培养公知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基地 陈兰是从认识写作的人 进入到公知这个体系 然后呢 进入到公知体系 然后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认识了很多的人 他开始做社会新闻 立女权的人设 立了女权的人设之后呢 有了知名度 然后那帮公知 掌握了话语权的公知 或者亲公知的人 媒体人 把他推进了电视 推进了报章杂志 然后有了这些知名度之后呢 开始做这些公益 做这些公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做公益了 他是一个好人 他关心弱势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就是为了赚钱而已 就那么简单 就那么简单 我今天跟大家讲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 公知圈子的一个小历史 我为什么要做这期话题 我为什么要做这期话题 因为我看到了啊 最近发生了一些 比较类似的一些事情 虽然不如这个陈澜那么恶劣 但是也是比较类似 然后呢 当年大家一定要知道 当年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的公知啊 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啊 或者说啊 对国家或者对政府 对老共有质疑的这种声音 他是正义的 他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他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然后经过了时间 经过了那个时代 经过了国家的发展的十几年 大家可能看的越来越清楚 那个时代的人的心理 包含我自己 他有多么的不成熟 但是我们已经经历过那个时代了 我们已经经历过那个时代了 回头去看 我们要必须的知道 公知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是受老百姓喜欢的 大家喜欢公知 认为公知替我们自己说话 这个陈澜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那个时候是老百姓喜欢公知的 这个陈澜呢 就利用了 大家喜欢 喜欢公知 认为公知都是说实话呀 替老百姓争取利益的一帮人 然后他开始进入到了公知的圈子 从作协到女权 然后到了认识了一堆的人 然后进入了媒体 然后开始变成了一个 算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公知 他把自己 自己进入到这边 他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些人某某一种人呢 他是不在乎 他是公知 还是爱国的 那话已经快说白了啊 有一种人 他是不在乎自己是公知 还是爱国的 他在乎的什么呢 看那个时代的趋势 这个时代的趋势是公知 老百姓喜欢公知的时候 他就会进入公知圈子 这个时代是爱国的时候 趋势是爱国的时候 他可能会进入爱国的圈子 然后呢 进入到了公知的圈子的时候呢 然后呢 他的目的就要做了 他为什么要进入这些圈子 一个人 他选择走一条路 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理念 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 哎 捐款 他的目的是捐款 大家来捐款 我有爱心 我好棒 我爱国 我公知 或者我爱国 其实我并不是说 爱国或公知是错 我并不是说啊 因为一个人毁掉一个圈子 曾经我的好朋友 我的朋友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嗯 一个人 然后呢 他本身也是一个公知 然后呢 他就曾经报官过陈兰 他也是 但是呢 我这个朋友呢 在公知圈子啊 到最后被排挤出去了 这个具体的事情 有机会再跟大家聊 但是我不喜欢 把别人的名字提出来 哎 这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小历史了 然后呢 我相信啊 我看到了这些历史 小的历史 以及公知圈子 发生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不希望在我们现在这个圈子 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已经看到了苗头 做什么事情就去好好的做 做什么事情就去好好的做 如果是为了钱 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会说啊 没关系 但谁不需要钱 对 没错 每个人都需要吃饭 我也说过这个话 每个人都需要吃饭 吃饭就要钱 但是这个钱如何的做 别量了大家的心 萨莎的跳反 就是因为他在国内的那个钱的路径给断了 就这么简单 他自己跳反了 那到底是爱国重要呢 还是钱重要呢 或者说到底是自己的理念重要呢 还是钱重要呢 是为了钱背叛自己的理念吗 我相信啊 一个正常心态的人都会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如果是一个心态不正常的人 那大家就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了 如果是陈兰这种人 他的答案肯定会是 他为了钱可以背叛他的理念 因为什么呢 他理念都是他的包装 从作家到女权到媒体到公知 他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包装而已 因为那个时期老百姓以及群众喜欢他这个包装 我们现在同样同样也面临这个事情 理念重要还是钱重要 每个人都需要思考这个东西 嗯 好吧 这题我就不多说了啊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相关的话题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